退得太深 这样呢也是导致了 首海FC队在中产进攻组织的过程当中呢 基本上没有受到来自对方的太多的逼抢限制 这样呢也是令到首海FC队进攻组织呢相对比较的顺畅 中拳户里面我们萨兰尔队把这球组织起来 在FZ队的防守非常的有效 以前以后慢慢的逼上来 形成两人的这个加强 这球传的莫名其妙 上海FC队传球师 但是乌姆萨拉尔队高级啊 这下半场才刚刚开始按理说不需要如此的急躁 B场我们看 说FZ队呢今天在全球球的配合方面 面对对方B场时呢 他们的成功率也是降得比较厉害 但问题在于乌姆萨拉尔队自己的传节球的失误率 而且在进攻组织方面的针对性目的性并不强 所以就导致他们自己的这个失误率更高 解围打到这方身上反弹到自己出界 有绿球裁判十一继续比赛 鞋船外脚背垫一下 NBA还是跑慢了 感谢 上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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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帝